范迪干电台训 教宗方基各11月14日前往意大利总统府 拜访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利·塔诺 他在讲话中强调教会以新的信念 投入支持家庭的工作 并且谈到教会与国家合作的重要性 教宗回顾了意大利与圣座彼此关系中的重要时刻 提到意大利将拉特朗条约和政教协定纳入宪法中 因此为促进这个国家政教关系的祥和发展 已经有了坚实的法律准则框架 教会和国家借着这一框架各进其职及行动范畴 为服务人及促进公益合作无见 教宗说 许多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答案也可能是共同的 教宗还说 教会的首要任务是见证天主的人词 鼓励人为开启希望的未来 做出关怀的慷慨回应 因为在希望增长的地方 能量和热忱也会加倍增长 他们能建设更有人性 更公正的社会文明秩序 在希望增长的地方 为促进可持续及健康的发展 也会出现新潜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